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硬碟在寫入的瞬間 電腦容易又卡又盾 上一篇 如果你還沒看過 請前往觀看 留意一下 注意一下 目前很多的 App 應用程式 還是 使用 32位元 而那些32位元的 應用程式 只能使用前面的 4GB 裡面的 1.5GB 記憶體 如果超過了就要用硬碟做緩存 也就是開 虛擬記憶體出來 那電腦 就蠻容易卡頓 其實這個問題是 應用程式 App 衝突 東西開太多 然後那些的應用程式 App 它會互相的 搶奪機體空間 然後造成 軟 記憶體 它分配去出問題 就是不夠了 那不夠了就要 從硬碟上開 虛擬記憶體 出來 就是在硬碟上開一個空間 那對硬碟的血路 速度是最慢的 那很容易造成電腦瞬間 卡頓 這樣子 那有的 背景程式 對你來說 是完全沒有用 而那些 在後台 不斷偷跑的 偷run的 你在前台根本看不到 也很難查局 那一些的 城市 有沒有 它很像電腦病毒 但是又不是 就是常駐在記憶體裡面給你佔 記憶體空間 然後 那個防毒 是沒有辦法判定的 因為那個不是電腦病毒 但是它很像電腦病毒 在那邊給你佔 記憶體空間 然後給你 那個CPU給你run一下 不然就是 記憶體給你佔一下 那很容易 就是說你的那個記憶體 裡面如果 有太多的應用程式 App 容易發生衝突 就是會有 搶奪記憶體空間的問題 然後就造成那個run 跟Pay去出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網友的回覆 第一個 這個 這個問題 For memory dump 那這個就是 我在猜這個應該是記憶體壞掉 或是記憶體 沒有插好 才會爆這種東西 如果你記憶體 沒有壞的話 它會 就是說你記憶體不夠的話 它會從硬碟 開一個空間 當作虛擬機體 不會有這種 不會報這個錯誤 它這個可能是壞掉 那就要做一下這個 機體檢測 那還有一個東西要知道一下 因為現在 電腦的零件 它是壞掉一部分 壞掉一部分 它是還可以運作 就是說你可以正常開機也可以正常的跑 但是你的電腦會不穩定 會非常的不穩定 會出現不明的錯誤 就是像這樣子 會莫名其妙的就是錯誤 但是因為現在 很多的那個電腦零件 比如說記憶體硬碟 電源供應器 裡面只要壞掉一小部分 還是可以運作 而且你很難察覺 然後就會造成你電腦不能定 然後出現不明錯誤 這個只能 做那個交叉啦 交叉比對 換一下把硬體換掉 你才有辦法去 那個 抓出來那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 用那個機體檢測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畫面卡住3到4秒 才恢復正常 那這個就是 已經講 前面已經講過很多 就是 就是 東西開太多 然後 造成那個 應用程式App 它去搶奪記憶體 然後那個記憶體分配去出問題 用 然後就是用那個 電腦的硬碟 做快取做緩存 那就一定卡 那它的這個 有沒有它的潤是16GB的 但是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32未遠的極限是 4GB 32未遠的應用程式只能使用 前面 4GB 裡面的 1.5GB的RUN 它的問題是在這裡 它應該是開了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8層是跟別的應用程式 有衝突 然後那個應用程式是32未遠 它去衝突到 這個只能逐一排查 交叉比對 才有辦法抓出來 因為它這個是 它的配備是玩 那個LOL是沒有問題的 它這個配備 主要是 並不是說它是16GB還是32GB的機體 那就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32未遠 它的極限只能使用 前面的4GB 裡面的1.5 那1.5是很小的 很小的 那 可能有其他的去衝突到 去使用到 那就變成說要用硬碟做快取做緩存 那硬碟做快取做緩存的話就會去 那個 速度最慢 硬碟做起錄的話 那變成其他的都要等 那就會卡住3到4米 那第3個 什麼都沒開 它固定時間卡頓 該如何解決 這個該怎麼說 它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提供就只是一句話而已 這種是最糟糕的那個回應 你又怎麼知道什麼東西都沒開 你只要打開那個工作管理員看一下 開工作管理員參考一下這個理解 至少上百個 你怎麼知道什麼都沒開 前台後台服務 至少上百個 那一定就是裡面有東西去搶到 去搶奪那個記憶體 那造成記憶體不夠就要用硬碟 當緩存 這個是最糟糕的回覆 什麼都沒有這樣子 就是一句話這樣子 那它的問題 就是一樣 就是這個地方 那要去查 就是要 主意排查交叉比較 才有辦法 那解決方式 增加記憶體 用64位元的作業系統 基本要8GB的 記憶體才可以 因為 是這樣子 它只要是64位元 它會往後面丟 丟到4GB以上的部分 因為有 因為這個Windows作業系統它有32位元的應用程式 跟64位元的應用程式 那64位元的應用程式它至少會往後丟 往後丟 那你至少要8GB 要不然這個地方不夠 它又一定拿硬碟來做緩存 那你電腦一定卡頓 是這樣子 64位元的作業系統最 最基本要8GB的論 記憶體才可以 那如果你能到16GB 的記憶體 或者是 32GB的記憶體 那就更好 因為至少 64位元的應用程式 它絕對有地方放 絕對有地方放 那你就不用去care64位元的應用程式 那你只要注意32位元的應用程式 就是剩下那 1.5GB 你只要把它那個 注意一下那些程式 就可以 這是第一個解決方式 就是增加記憶體 第二個解決方式就是使用電腦優化軟體 做清潔及優化 清潔是什麼意思 就是刪除或者是移除 那個 完全沒有用的 程式 就這邊這一段 就是它會把你載入到記憶體裡面 然後偷偷的佔一下 CPU資源 吃一下CPU資源 佔一下潤的空間 那這只能透過一些 優化軟體 來處理才可以 那優化軟體哪裡下載 參考一下這裡面的 的說明 然後到潤潭的 軟體下載版區 你懂的 就可以找到 你懂的 你知道怎麼用 這個就不用我多說了 圖文說明頁面 這個網址 貼在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 就到這個 說明頁面 因為有些 圖片 文字要參考 還有連結 要點擊 點擊 訂閱按鈕 可以訂閱一下 這個頻道 點擊 顯示完整資訊 裡面有個 Done贊助連結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連結 Done資金給我 贊助資金給我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比如說 就會 一下子 在這邊 我們 這 ��릴 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